顾西茨为新娘带上婚戒的那一刻 全场掌声雷动 气氛热烈 她掀开了她的头纱 我也终于见到了那个 她曾经朝思暮想的人 身披白色婚纱的江月 美得惊心动魄 令我自行惭愧 全场起哄 亲一个亲一个 江月也适时地点起脚尖 仰脸督唇 她似乎有些犹豫 最后只吻在她的脸侧 就在这时候 她看到了树下的我 这是一场在医院举办的婚礼 为这个向来肃穆的地方 添上了几分浪漫和温情 而这个口口声声说着 会爱我一辈子的男人 说要给我一个完美婚礼的男友 牵着别人的手 许下了一辈子不离不弃的诺言 而我只是正正站在原地 手脚冰冷 有风吹过 脸上一阵凉意 这场婚礼 因为我的存在 被迫暂停 那是谁呀 来干什么的 总不会是什么抢亲的吧 她和新娘比起来 差太多了 所有宾客的目光 都定在我身上 她们皱着眉 满脸不赞同 好像我才是一个恶人 是我阻止了这段完美的爱情 江月也看到了我 她微微醋眉 美得像一尊精妙绝伦的雕塑 顾西茨神情慌乱 松开她的手 做事要来追我 圆圆 我 江月拉住她的手臂 眼中含泪 看着我见油脸 阿茨 这场婚礼不能没有新郎 这个一向坚定冷静的男人 竟然犹豫了 她看着我 身体却偏向江月 我还在期待什么呢 再等下去 不过是自取其辱 她不会选我 我转身离开 圆圆 顾西茨朝我走了几步 有人声嘶力竭地在她身后喊 月月 一阵兵荒马乱 她到底还是没追上来 这一整夜 我都没有睡了 顾西茨也没有回来 我们的聊天界面 还停在那局 西茨 等你回来 给你一个惊喜 却没想到 是她先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 在我查出怀孕的这天 我的爱人 牵起他人的手 步入婚姻殿堂 我真以为她在出差 真以为她忙到连消息都回不过来 原来 她是忙着结婚啊 她让我的等待和惊喜 她让我做的这一切都成了笑话 那张怀孕报告单被我揉得发咒 没有必要了 我遇到顾西茨时 她和江月刚分手 事业和爱情遭遇到双重打击 而我的出现 就是那样的恰巧 给了她慰藉 给了她鼓励 我陪她从低谷到高峰 整整用了七年 七年 后来她说 她要娶我 我以为她对我是感激 是愧疚 可她说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的目光就落在了你身上 自那以后再也挪不开了 那一刻 我很难形容自己的心情 她其实不知道 在很久之前 她就在我心间落下了痕迹 是我 一直在追随她的背影 而在这一天 我的暗恋终于开了花 结了果 我终于守得云开剑月明 我曾这样以为 我真的这样以为 可江月的出现 打破了我的所有幻想 不过是自欺欺人 她从没忘记她 等到天边最后一缕 霞光消散 我终于决定离开 刚收拾好行李箱 门外就有了动静 顾西茨开门进来 一脸倦意 圆圆 那场婚礼做不得数的 我静静地看着她 不至一词 江月得了剑动症 她想当一次新娘 这一瞬间 她的痛苦 是因为我的不理解 还是因为江月的即将凋零 我分不清 大概是后者吧 她很少会因为我而难过 今天我去看她的时候 她穿着婚纱 要我陪她走完接下来的流程 一种难以言喻的悲伤 萦绕在她眉间 圆圆 我没法拒绝 她快死了 拒绝 她真想过拒绝吗 婚礼上 她脸上的笑容 做不了价 她娶到了年少时 朝思暮想的人 她曾经做梦都想娶了她 我问 她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们去挑戒指那天吗 其实一切都有迹可循 那天她接了个电话 她向来冷静自持 更何况 这些年她的事业如日中天 其实已经很少会喜怒形余色了 可是那天 她突然心不在焉 没眼间 有种我看不透的哀愁和焦急 她说是业务出了点问题 得赶紧去处理 我信了 后来 她出了几天差 回来以后 就时常发呆 那段时间 我总是竭力逗她开心 我真以为她 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我希望自己能为她分忧 原来呀 她在为另外一个女人担忧 我问她 那几天出差 也是在陪她吗 她默然不语 她向来不屑对我撒谎 可到底 还是为江月破了力 我突然发现 自己似乎不认得她了 可这张脸 沉静的眉眼 薄情的双唇 分明都是她的 我自嘲地笑了一声 顾西茨 算了吧 她没有应声 站在我面前 微然不动 嘴唇抿得很紧 她的喉结动了动 似乎有话要说 却什么都没说 我推着行李箱 准备绕过她离开 她却拉住我的手腕 眉毛紧拧 声音哑然 圆圆 不要走 我甩开了她的手 我去了趟医院 做检查 然后预约手术 刚到楼下 就撞见了江月 她笑盈盈地看着我 大大方方介绍自己 你好 我是江月 她是跳芭蕾的 体态也好 样貌也好 我和她站在一起 高下利剑 当年顾西茨事业失败 她却离开她 毅然决然出国进修 或许人总是犯贱的 得不到的 总是最好的 所以顾西茨 才对她心心念念 这么多年 而我这种赶着上前的 自然得不到她的珍惜 我听阿茨说了 你是她的未婚妻 她说这话时 仰着下巴 嘴角微微上扬 满是得意 她在向我炫耀 未婚妻又怎么样 她还不是陪她 走完一场婚礼 她还不是和她念完 一生一世的诗词 在她看来 我就是个笑话 那场婚礼 阿茨应该已经和你解释过了 我不想和她多言 嘴里又酸又苦 她已经和我没关系了 和一个将死之人争 我没有那么不自量力 也没有那么卑鄙 她想要的 给她就是 我快不离开 江月似乎还有话要说 追赶我时 却摔倒在地 顾西茨 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 所以她就可以不解释一句 陪她一整晚 留我一个人在家胡思乱想 直到第二天 才无关痛痒地说上几句 求我别走 我从来没被她放在第一位 我什么都没做 是你的妻子平地摔 我咬中妻子两个字 语气嘲弄 她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大概是因为我的态度 对她 我向来体贴入微 这些年 我几乎从未在她面前 显露锋芒 真是卑微的可以 江月面带歉意 眼里的笑意却更深了 是我自己摔的 和圆圆没有关系 阿慈 你知道的 有时候 我没法控制自己的动作 这一刻 我突然明白 江月生性骄傲 不屑于使用任何小手段 她真的只是勾一勾手指 展露一下伤处 顾西茨就眼巴巴地凑上去了 她对她于情未了 也不忍责怪她曾抛弃她 在生死面前 从前的恩怨又算得了什么 听见她的话 顾西茨一愣 对上我的双眼时 欲言又止 江月拿过她手里的橙子 语气轻松 好了 你们一定有很多话要说 我先回病房 你们慢慢聊 我这才注意到 那个被顾西茨包得干干净净的橙子 来说个好笑的事情 我很爱吃橙子 但顾西茨不喜欢 刚在一起那会儿 她带我和朋友聚餐 她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们 这样的举动 让我安全感十足 那时我并没有完全了解她的喜恶 为了拉近和她的距离 我往她嘴边送了一块橙子蛋糕 她一愣 紧闭双唇 气氛有一瞬间的静默 她的朋友们都看向我 手心有汗一出来 我下意识地想 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 是不是我惹得她不开心了 有人打圆场 慈哥最不喜欢橙子味的东西了 嫂子 你这都不清楚 自罚一杯啊 气氛很快又热烈起来 可到底 我还是觉得失落 之后有一次醉酒 顾西茨才终于告诉我原因 其实小时候 她并不抗拒柑橘类的水果 她的妈妈身体不好 胃口向来不佳 但她格外喜欢橘子 家里也总是背着 那是个寒冷的冬天 她最后给她包了一次橘子 亲了亲她的脸蛋 说 在家里等妈妈 等你把这盘橘子吃完 妈妈就回来 那天 她等到天边最后一抹晚霞消散 等到雪越下越大 越过她的脚踝 最后 她只等到一句 顾西茨 你妈跳河了 她的妈妈 死在那个冬天 等她再长大了些 她才知道 妈妈并没有多喜欢橘子 只是她生病了 而橘子便宜 颜色鲜活 妈妈的橘子 只是在生活和疾病的双重压迫下 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 她话语哽咽 后来我再也不吃橘子和橙子了 那一夜 她的眼泪滚烫 滚过我的肌肤 让我也流下泪来 我知道 橙子会让她想起妈妈 会让她想起悲惨无助的童年 所以后来 我基本也不吃了 就连柑橘掉的香水 都被我藏在柜子最深处 再也没拿出来过 直到这一刻 看到她手里的这个橙子 我才终于明白 其实顾西茨已经强大到 不需要避讳这些了 只是我做不了她的例外 只是她从不在意我的付出 只是她并不清楚 我到底喜欢什么 但她知道 江月喜欢橙子 什么悲伤的记忆 什么难堪的过往 都可以为她的喜欢让道 顾西茨看向她 面露担忧 需不需要叫护士 她对她的关心 向来明目张胆 江月怂怂间 笑容明媚 阿茨 我自己可以走回去的 你们聊吧 顾西茨这才看向我 远远 你搬到哪里去了 你 巨大的响声传来 江月刚走出不远 又再次摔倒 顾西茨话音未落 就转身奔向她 我站在原地 看她满脸焦急 看她因为她手臂上的擦伤 而直皱眉头 她说 让你别自己来 疼了吧 语气不重 想称怪 想调情 她问 还走得了吗 江月摇摇头 她就打横 将她抱起来了 他们朝着反方向离开 江月搂着她的脖梗 扭头看向我 笑容灿烂 得意的神情 说明了三个字 我赢了 她顾忌重施 很蠢 却实在好用 胃里一阵翻涌 我转身跑到走廊 尽头的卫生间 吐得昏天黑地 过了很久 顾西茨才发来一条消息 圆圆 你来医院干什么 有哪里不舒服吗 这句话 是不是来得太晚了点 她昨天也忘了问 为什么我会出现在 她的婚礼现场 我摇摇头 自嘲地笑了笑 然后 拉黑了她的 所有联系方式 顾西茨 还是知道了 我怀孕的消息 张曼一脸歉意 圆圆 实在对不起 回去我一定 好好教训李超 李超在电话那端却说 圆圆 你俩也有这么久的感情了 给慈哥一个机会吧 也给孩子一个机会 张曼骂骂咧咧 从我手里抢过手机 对着李超破口大骂 顾西茨干的就不是人事 也就圆圆脾气好 要是我 非得拧断她的胳膊 让她和江月双宿双飞 做两个甜蜜的残疾 说来有趣 张曼是我的闺蜜 李超是顾西茨的发小 他们的姻缘 还是我们撮合的 只用了两年 就修成正果 他们前几天领了证 还缺一个婚礼 而我和顾西茨 搓磨七年 最后却落得这种结果 顾西茨还是来了 跑来的 满头大汗 一脸焦急 看到我还在手术室外 她的眉头骤然一松 她一把将我抱在怀里 抱得很紧 像是怕一松手 我就不见了 圆圆 我错了 你别冲动 我们好好聊一聊行吗 她身上有隐隐约约的烟味 顾西茨她爸是得肺癌走的 所以她很少抽烟 只有实在烦闷的时候 才会来上一支 这些天 她四处奔波 为江月寻衣问药 都有人问到我头上了 他们旁敲侧击地问我 身体还好不好 这些人还真以为 我能让顾西茨 急成这个样子 真是可笑 比烟味更浓的 是茉莉花的香味 前几天在医院 我在江月身上 闻到了这股熟悉的味道 我突然想起来 那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二年 也是我们认识的第五个年头 她的爸爸去世 紧接着 公司的资金链出了点问题 那段时间 顾西茨整夜整夜睡不着 我担心她的身体 让医生开了些中药熬汤 让她安安神 之后我特意请了半天假 为她煎药 那天 我守着那锅汤 等到很晚 却只等到一句 远远 我想一个人静静 出去散散心 不用担心我 过了几天 她才回来 身上就带着这股茉莉香味 原来那时候 她是去找了江月 去找她唯一的精神支柱 更可笑的是 当我问她身上 怎么会有这股味道时 她必给我一瓶香水 给你带的礼物 导购给我试了一下 我想你应该会喜欢 她出去散心 还记得给我带礼物 我以为她一定很爱我 之前的不快一扫而空 后来的那段时间 我们的关系突飞猛进 她总爱黏着我 埋在我的井窝里 可惜 直到今天 我才明白她的用意 她并不是有多喜欢我 只是喜欢我身上的茉莉花香 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她当成了江月的替身 一个拙劣的替身 除了那股香味 我们毫无相似之处 我从她怀里震出来 狠狠给了她一巴掌 她正正地站在原地 捂着脸 有些不知所措 张曼看着我 圆圆 你怎么 我捂着嘴 跑到卫生间 我吐得厉害 像是要把心肝肺全都呕出来 张曼递给我一瓶水 不停地拍我的背 帮我顺气 怎么吐成这样呢 真是遭大罪 顾西茨就站在门口 脸上流露出几分心疼 几道红色的纸印 在她白皙的脸颊上 格外显眼 我恨恨地盯着她 你知道你多让我恶心吗 那瓶香水 是你特意挑的对吧 和江月身上一样的味道 她当然知道我在说什么 刹那间脸色惨白 她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到底在想什么 难道她自己不觉得恶心吗 圆圆 你听我解释 那时候是我不懂 我以为是那股味道 让我安心 后来我才知道 让我安心的是你 圆圆 我是真的想和你结婚的 我冷笑 好啊 二选一 要么让江月滚出我们的生活 要么 我们划清界限 从此以后 你再也别出现在我面前 顾西茨神情一致 大概是真的在思考 张曼嚷嚷 你还犹豫什么 当然选圆圆啊 你们认识七年 在一起四年 这些你都忘了 但顾西茨不这么想 她话语难难 可是她要死了 圆圆 她要死了 她是个芭蕾舞者 却得了见动症 你知道那种绝望吗 她这句话 好像在嘲讽我 江月只是失去了一条命 我失去的 可是爱情啊 多么可笑 顾西茨 但你是我的男朋友 你可怜她 可怜到娶她吗 可怜到不顾我的感受 一次又一次地丢下我 奔向她 你到底是可怜她 还是对她余情未了 你自己分不清吗 无数次以绝症为借口 来掩饰她的余情未了 真是嘴硬 顾西茨没有再开口了 她只是攥紧拳头 攥到纸节泛白 却还没说出一个答案 这时候 一道电话铃声 打破了这死一般的寂静 顾西茨掏出手机 电话那端闹哄哄的 有人大喊 你快过来 江月在闹自杀 她不想活了 她顿时慌了 而这时候 护士叫我进手术室 其实她已经做出了选择 我笑着说 你去吧 别真的死了 到时候 你得恨我一辈子 被这种人恨着 也挺损功德的 顾西茨看着我 目露哀求 圆圆 答应我 等我回来再做决定好吗 我是孩子的爸爸 我们一起商量 我扯了扯唇角 指甲狠狠扎尽手心 这七年 就当是喂了狗 又是一个电话 那端催得急 张曼恶狠狠地说 顾西茨 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 她的神情 是肉眼可见的交集 她大概是真的很怕 怕江月就这么没了 张曼恨铁不成钢 江月就是个骗子 她玩的这种 把戏你看不出来吗 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顾西茨又不蠢 她只是在纵容 她只是怕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江月会从高楼跳下去 圆圆 等我回来 等我回来 我们再做决定 我没说话 她又转而看向张曼 张曼 我求你帮我看着她 别让她进去 张曼大骂 你自己看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我让她先等一等 然后拧开瓶盖 将树口剩下的半瓶水 全都淋到了她头上 顾西茨 我们完了 别来找我了 水珠沿着她的脸向下弯颜 啪哒啪哒 滴落在地 看着挺蠢的 水珠见到眼里 刺得她的双眼发红 她正正地看着我 哑着声说了一句 对不起 望着她飞奔离开的背影 我觉得自己真是失败 张曼气的跺脚 这个狗男人 骂完 她问我 圆圆 你还好吧 挺好的 我压根就没觉得 她会选择我 就算她选了我 就算江月彻底 离开了我们的生活 我们也回不到曾经 破镜不可能重圆 进手术室前 我给她发了几条消息 如果你愿意 还会有很多人给你生孩子 但这个世界上啊 只有一个江月 我要她记得 这个孩子 是被她和江月亲手杀死的 我要她记得 她曾趴在我的肚子上 问我 圆圆 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是她说要孩子 也是她放弃了这个孩子 杀人诛心 不过如此 手术很快就做完了 醒来的时候 李超也在 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李超 我包里有两枚戒指 你帮我还给顾西茨吧 反正这结婚戒指 也是随便挑的 顾西茨当时想着江月 根本没用心 这东西 我也不稀罕 李超点点头 走了 张曼坐在我身旁 圆圆顾西茨不值得 我知道 我怀孕的消息 是她故意透露给李超的 那七年 要放下 谈何容易 她以为 仅仅是因为江月的存在 我和顾西茨就有了误会 可她不知道 他们举办了一次婚礼 她也不知道 因为江月 顾西茨一次又一次地抛下我 但现在她完全清楚了 李超给她发了个视频来 张曼没有避开我 直接点开 视频里 顾西茨将江月抱在怀里 二人相拥而弃 她说 我不想待在医院了 这里好闷 我不喜欢这里 顾西茨说好 都依她 她说 我想去看看世界 我想再跳跳芭蕾 我想 她气不成声 顾西茨连声说好 她闭上眼 有泪从脸颊上滑落 瞧 多深情 命运对他们这俩苦命鸳鸯 可真是太残忍了 看得我直犯恶心 张曼给我看这个视频 意在逼我很下心来 她这人 一向清醒 留院观察结束 李超和张曼一起送我回家 刚坐上车 顾西茨就出现了 她手里拿着我还的戒指盒 目光有些呆滞 圆圆 你真的把我们的孩子打了 张曼眉头直皱 别一副受害人的样子 这还不是你一手促成的 我轻声问 江月呢 睡着了吗 要不然 她怎么会来 顾西茨没回答 算是默认了 我笑 如果你真那么深情 就和她一起死吧 别再出现在我面前 因为这句话 她呆滞的神情 有了一道裂缝 痛苦 悲伤 愧疚 都从这道裂缝里泄露出来 她的双眼星红 我没有再说话了 下腹疼得厉害 就连呼吸 都得小心翼翼 张曼气不打一处来 破口大骂 把心腾空 后来住进去的人才会舒服 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为什么不明白 顾西茨 远远守了你七年呢 那个江月呢 人家抛弃过你 你还巴巴地凑上去 你是不是犯贱 真心为了狗 晦气 顾西茨没有反驳一句 张曼要关车门 他却伸手扒住车门 远远 他会离开我们的生活 张曼翻了个白眼 冷笑 刚刚不是还说 要陪人家环游世界吗 得 这是骗完第一个 再骗第二个呀 顾西茨 两个都想要 你挺贪心啊 我要关门了哈 手家断了 可不好照顾你的老相好了呀 顾西茨窥然不动 任凭张曼怎么骂 他也不肯松手 李超从驾驶位下来 好言相劝 你赶紧走吧 你这是做得太缺德了 别逼哥们给你一拳 顾西茨只是直直地盯着我 圆圆 刚刚那些话 只是为了安抚他 我会跟他说清楚的 他打开戒指盒 将其中一枚女戒递到我面前 我们可以回到最初的样子 我们结婚 我们还会有孩子的 李超连连摇头 然后一根接着一根 掰开了他的手指 顾西茨抖着唇看我 侯杰微微滚动 却没发出任何声响 他眼里的哀求都快一出来了 汽车启动 我看了眼后视镜 顾西茨站在原地 长长久久地望着我离去的方向 他决定抛下我的时候 就知道后果 只不过做出一副 哀哀的模样 来彰显自己的身情 张曼顺着我的目光看去 吐槽 装泥马的大情种 后来的日子 我都在出租屋养身体 张曼经常来看我 他说 顾西茨天天缠着李超 问你的地址 我都快烦死了 我笑了笑 继续吃手里的橙子布丁 后来有一天 我接到了江月的电话 他约我出去聊一聊 我欣然赴约 到咖啡厅时 他已经坐在位置上了 贴开我们的恩怨不谈 江月是那种 会让人眼前一亮的女生 他真的很美 他说 这些年 阿慈承蒙你的照顾了 我拨弄了一下头发 笑道 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 像一个洋洋得意的小偷 明明知道是窃取了他人的果实 不以为耻 反倒还沾沾自喜 挺不要脸的 有些话 还真是不吐不快 江月搅拌着咖啡 脸上没有一点脑溢 感情的事情 和种菜可不一样 我要死了 所以我丢弃了一切 都要找回来 要怪只能怪 我给了你七年时间 你却还没抓住他的心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扬着下巴 笑容明媚 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看来他真以为 他的死会令顾西茨的爱永久封存 他会成为他胸口上的那颗朱砂质 无人替代 我笑他天真 你都要死了 你还能抓得住什么呢 如果你真有本事 就应该让顾西茨非你不娶 跟你跟到地府去 江月 我知道活人争不过死人 可等你死后 你能保证 他遇不到像你一样的月光吗 顾西茨的条件有多好 他比我更清楚 相貌绝佳 资产丰厚 很容易招来源源不断的风蝶 江月的笑容 僵在了脸上 我继续煽风点火 来猜一猜 你死以后 他会不会求着我回头 他约我出来 不仅仅是为了展示他胜利的果实 他在害怕 这段时间 顾西茨四处打听我的消息 还换了很多号码 给我打电话 这些 他一定都知道 他找我聊一聊 是来试探我的态度 是来恶心我 让我彻底死心 可惜我早就没惦记那一坨东西了 我勾了勾唇 说如果我不回头 你猜他是更面着一个死了好几年的人 还是更喜欢时时在他眼前晃悠 却得不到的我 我抿了一口咖啡 挺苦的 江月 你比我更清楚 顾西茨有多犯贱 他对你 到底是爱而不得 还是情根深重 他抿了抿唇 不至一词 看来他自己也摸不准吧 跳飘亮亮地死在他怀里吧 没准他能多记得你几年 留下这句忠告后 我起身离开 他如同一朵日益凋零的玫瑰花 在将死的时候 疯狂汲取他人身上的爱意 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来彰显自己的意义 挺悲哀的 他们继续谱写他们跨越生死 感天动地的爱情 和我再没有关系 休养一阵后 我接受猎头的邀请 又换了新的公司 这个城市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但足够让说了再见的人 难以再见 说来挺傻的 和顾希慈刚在一起那会儿 为了帮他 我向公司请辞 等他的事业稳定 我才回到自己擅长的领域 虽然撇开感情不谈 那是一段很宝贵的工作经历 但的确打乱了我的职业规划 现在想来 还真是一片真心喂了狗 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了几个月 某天 张曼上门送请帖 因为种种原因 他们的婚礼一推再推 终于在这个冬天 有了着落 张曼问我 顾希慈也会来 你介意吗 介意的话 我让李超把他赶一边去 李超和顾希慈 认识很久了 他们早就约定好 要当彼此的伴郎 当然不能因为我 而影响到这场婚礼 我摇头 不用管我 你们俩的婚礼 当然自己怎么开心 怎么来 很快就到了婚礼那天 顾希慈作为伴郎 跟在李超身后 来接张曼 他西装楚楚 很像我们第一次见面 他大概不记得了 可我还记得 那是一个秋天 我保言失败 紧接着 秋招也没了希望 我坐在学校后山的凉亭里 突然很想妈妈 如果她在 一定会给我做顿红烧肉 等我吃饱了 再让我继续努力 可是她不在了 我站在山顶 有那么一瞬间 很想不顾一切地跳下去 在这时候 我看到了顾希慈 那时候她刚创业成功 一身西装 意气风发 她站在我身旁 似是无意地说 这是学校事业最好的地方 能看得到彩虹 我顺着她的目光望去 真的看到了一道彩虹 美得令人心醉 我突然就感觉 松了一口气 那颗压在身上的大石头 好像也没那么重了 那可能真的 只是一句无意的话 但我记了很多年 直到三年后 我才再次遇到她 紧接着纠缠七年 与那一年不同的是 现在的她 皮太尽险 她也看到了我 现场的气氛热烈 可她只是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地望着我 眸光复杂 我侧过身去 帮张曼整理裙摆 借此避开她的目光 李超抱着张曼下楼 张曼家是个老小区 没有电梯 只能走楼梯 人很多 一个孩子 无意间推了我一把 我很少穿高跟鞋 顿时就有些站不稳 眼看着就要跌倒 顾西茨抱住了我 和她肢体接触的瞬间 我闻到了那股烟味和茉莉香 一种熟悉的呕吐感 涌了上来 站稳后我奋力推开了她 别碰我 她后退几步 背靠扶手 才堪堪稳住身形 她垂着眼 一阵哑然 神情很是受伤 被她碰过的地方 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圆圆小心脚下 声音一如既往的温柔 这种语气 好像我们还有什么关系似的 我没有理会她 转身下楼 抵达酒店后 我才发现 江月也来了 她坐在轮椅上 素面朝天 唇色有些泛白 还是那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她轻声唤 阿茨 顾西茨不着痕迹地皱了一下眉头 却还是奔向她 张曼看向身旁的李超 李超连忙撇清关系 我没邀她过来 她看了眼我 没准是怕慈哥被勾走 毕竟小偷嘛 最怕遇到同行 我挑了挑眉 我可不是同行 李超耸奸 心里脏的人 把谁都想得脏呗 张曼冷笑 好 既然她不要脸 那我也不客气了 很快 及时到了 爱情故事的背景音乐响起 身穿白色婚纱的张曼 缓缓走向李超 我站在台下 不禁有些热泪盈眶 不知道什么时候 顾西茨走到了我身旁 她避来一张纸巾 我没接 这时我才注意到 她无名纸上的那枚结婚戒指 挺装的 挑的时候没用心 分开以后却不肯摘 假惺惺装申情 江月推着轮椅过来 阿慈 我们那天都没交换戒指 顾西茨没有应声 扭头看向我 似乎是要从我脸上 看到那么一点难过和不甘 但她注定要失望了 我盯着台上相拥的新人 满面笑容 起哄让他们亲一个 顾西茨垂着眼 在台上的人 本应该也有我们 不是吗 她的声音很轻 只一瞬 就淹没在人海里 但我听到了 江月也听到了 她的唇斗得厉害 她自然清楚 顾西茨口中的我们 指的是我和她 以前张曼提议过 说要四个人一起举办婚礼 当时大家感情都好 这样的提议 自然是全票通过 我没想到 顾西茨竟然还记得这种事情 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真让人恶心 我往旁边退了几步 这时 一束捧花精准无误地 砸到了江月头上 张曼拿过 思宜手上的话筒 哎呀 怎么砸到你头上了 我记得你结过婚了吧 说是得了绝症 这辈子就想结那么一次婚 所以 抢了人家的未婚夫 正都没拿 就穿着婚纱 逼她跟你举办婚礼呢 高 实在是高 人都是喜欢吃瓜的 听见这话 本来还在埋头苦吃的宾客们 全都抬起头 找寻话题的主角 我又往旁边挪了挪 江月捧着花 面色惨白 窃窃思语声 从四面八方响起 更有甚者 还拿起手机录视频 哎呀 这人长这么漂亮 怎么是个小三类 我看啊 就是个狐狸精 绝症也不是抢别人 未婚夫的理由啊 人家小姑娘多可怜 都快结婚了 她来这么一出 真不要脸 那男的也不是个好东西撒 跟那狐狸精绝配 李超假意咳嗽几声 张曼朝我眨眨眼 把话筒还给司仪 她是在帮我出恶气 在江月举办婚礼时 我也曾被她的亲友恶意揣测过 江月有些不知所措 她下意识地抬头看顾西茨 想寻求帮助 可她只是看着我 欲言又止 阿辞 顾西茨眉英 江月很快红了眼 人言可畏 她慌忙低下头 启动自动轮椅离开 出乎意料的 顾西茨没有去追她 远远 我没有和她领证 我真的后悔了 酒病床前无孝子 更何况那是一个抛弃过她的女人 曾经的那点不甘和爱而不得 大概早就被磨干净了 她的这抹白月光啊 或许很快就会变成剩在碗底的白米饭 张曼笑嘻嘻地说 还不去追呀 待会又闹自杀呢 真死了可咋办 我不想背杀人犯的罪名哈 顾西茨深深看了我一眼 走了 张曼催了一口 这个江月没点眼力见 看到她我就觉得晦气 李超搂着她 轻轻抚摸她的小腹 老婆消消气 别惊着孩子了 张曼冷哼一声 你以后也少和顾西茨那种拎不清的人来往 事事都听你的 后来我听说江月失踪了 张曼吃着李超洗好的樱桃 满脸不屑 还做呢 她还真把自己当什么了 她越做 顾西茨只会更烦 我笑 她不是做 她是怕 我听说 到了见动症中期 生活就基本无法自理了 她怕 怕顾西茨看到她最丑陋的那一面 她想漂漂亮亮的 死在顾西茨回忆里 比起互相折磨 她更想要顾西茨的愧疚 这样 她会记得她更久 看来那天我在咖啡厅里说的话 她都听进去了呀 后来啊 张曼又告诉我 顾西茨找到江月了 因为心情郁节 消极治疗 她的病发展得很快 顾西茨愧疚得要命 竟然真的要陪她环游世界 但她的公司不能停摆 没过多久 公司的总经理就换了人 冬去春来 春去秋来 江月死在这年冬天 张曼叹了口气 其实江月也挺惨的 天度红颜哪 如果她没有那些骚操作 我会可怜她的 我想了想 我也是 说这话并非圣母心 只是女生之间的惺惺相惜 之后没多久 因为决策错误 顾西茨的公司遭到了重创 她这会儿正焦头烂额 张曼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 笑嘻嘻的 那破公司早就该歇菜了 没有我家圆圆 怎么可能蒸蒸日上呢 我对着电脑审阅项目方案 连连点头 还好跑得早 后来顾西茨还是找了上来 其实她早就打听到我的住址了 前段时间 有天半夜醒来 我摸黑去洗手间 不知道怎么的 就往楼下看了一眼 正巧就看到她站在我家楼下 昏黄的灯光落在她身上 身影寂寥 她不知道站了多久 脚下围了一圈烟头 我立刻拉上窗帘 没有再看了 这一次她瘦了很多 看着精心打扮过 但仍有掩不住的疲态 她的无名纸上 依旧戴着那枚结婚戒指 圆圆 我能进去坐坐吗 我双手还胸 挡在门口 有事就在这说吧 见我态度坚决 她也没有强求 圆圆 我很想你 她叹了口气 语气颇有些沧桑 江月去世那天 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过 但没有你的每一天 我都觉得无比糟糕 看那 江月 现在 你还觉得你赢了吗 顾西茨又摸出那枚女戒 圆圆 我不能没有你 没有你 我该怎么继续撑下去啊 她真是天真 当年在医院 我没接受这枚戒指 现在 更加不可能接受了 我话里带刺 怎么 死了一个白月光 终于想起我 这里白米饭了 她来求我 或许有几分真心 但更多的 恐怕是看到了 我身上的价值 想让我陪她东山再起 她沦落成这样 都是自己做的 怨不了任何人 顾西茨皱眉 怨怨 别这样 这不像你 我耸耸间 见人说人话 见狗说狗话 我和张曼 从来就是一路人 不过因为爱她 所以收起爪牙 可是她不珍惜 她语气笃定 我们那七年 你不可能这么快就放下 我笑着摇摇头 我向来拿得起 放得下 她却还在自欺欺人 顾西茨 你以为人人 都和你一样烂情吗 她抿了抿唇 说 我和江月没领证 我阴阳怪气 你和我说 这话什么意思 想要我夸你一句 哟 你守住阵地了 真棒吗 你通过贬低 对她的爱 以此夸大 对我的情根深种 顾西茨 这让我觉得挺恶心的 什么不能没有你这种话 她对江月也说过吧 恐怕我答应了她 下次她就会对另一个女人 说同样的话 只恨哪 我们纠缠了太多年 直到江月回国 我才看清她的嘴脸 我做事要关门 不好意思 我得化妆去了 我男朋友还在等我 顾西茨一愣 我不信 不信 我挑眉 觉得她真是可笑 你往楼下看看 那个开兰博基尼的 就是我男朋友 比你高 比你帅 比你年轻 她还真走到走廊尽头 往窗外看了一眼 然后面如死灰 砰的一声 我关上了门 电话里 新来的实习生 声线明朗 姐姐 我到底什么时候转正啊 故事二 我去机场 给杨燕接机时 看见她推着个大行李箱 箱子上 还落了不少东西 走了出来 可是她出差的时候 我明明只帮她 收拾了一只小行李箱 我刚准备上前问清楚 却看见她的身后 一个身材高挑 烫着一席大波浪卷的女人 拖着杨燕的小行李箱 追了上来 那一刻 我的心里猛的一咯噔 他们两人并排走着 有说有笑 看起来十分熟络 没一会儿 杨燕看见了我 她急忙朝着我走了过来 你不是说今天有演出的吗 怎么有空来给我接机了 她一如往常般 笑着与我说话 仿佛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看了一眼 她身边的那个女人 杨燕这才反应过来 急忙解释 这是我大学同学苏晴 我们碰巧在飞机上遇到的 我看她行李多 就跟她交换了行李 帮她把行李推了出来 我认真的看了一眼苏晴 总觉得眼熟得很 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苏晴笑道 你就是杨燕的女朋友田飞吧 刚刚在飞机上的时候 杨燕一直有跟我提起你 她说话时 一双顾盼榴莲的美眸 扫过我手指尖的戒指 紧接着她诧异地转头 看向了杨燕 你们订婚了 杨燕的目光微闪 不消片刻 她笑着解释道 没有 就是今年情人节的时候 我们买了对情侣戒 戴着王而已 我也看向了杨燕 不经意间 发现她手指尖空荡荡的 什么也没有 我问她 你戒指呢 杨燕愣了一下 这才慌慌张张地 从大衣口袋里找到了戒指 然后笑着说 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摘下来放口袋里了 今天早上忘记戴了 杨燕帮苏晴 把行李箱放进了 出租车的后备箱里 目送苏晴离开后 我们便一起回了家 杨燕一回到家便说 真是又累又热 我先去洗个澡 我笑了笑 好 那我去帮你整理行李箱 杨燕一直有轻微的解体症 果不其然 她的行李箱一打开 里面的衣服 还有一些洗漱用品 都摆放得整整齐齐 不过 我在帮杨燕整理行李箱的时候 脑海中总是不由地闪过 苏晴的那张脸 我到底是在哪里见过她的呢 总觉得很眼熟 我从箱子里 拿出了一支杯子 那是杨燕平时喝水时用的 透明玻璃杯 可不经意间 我却发现 玻璃杯靠近杯口的地方 有些不太对劲 我将杯子拿进了后 仔细观察了一下 杯子口下方有半圈红色的印记 如果不注意的话 还真不容易发现 我愣住了 这明显就是女人喝水时 粘在杯子口的口红印吧 等等 还有哪里不对劲 在机场的时候 杨燕说她戒指放口袋里 忘记戴了 可她登机前应该会过安检的呀 那时候 戒指如果在口袋里的话 李当会被检测出来的 那么她应该那时候 就把戒指拿出来戴上了 杨燕明显是对我撒谎了 唯一能解释的是 戒指是 她在飞机上摘下来 放口袋里的 目的应该想给苏晴 留下一个她未婚的形象 与此同时 我忽然想了起来 三年前 我把喝得烂醉如泥的杨燕送回家时 她一边哭一边说 不分手好不好 我已经很努力了 我以后会更努力赚钱养你的 我那么爱你 后来 我在她的手机屏保上 看见了她跟一个女孩的照片 照片上的那个女孩 不就是苏晴吗 杨燕从浴室里出来时 和平时的她不太一样 她平时在家洗过澡后 向来都是上半身光着膀子 下半身裹着条浴巾就出来了 随性得很 可今天 她洗完澡后 浑身上下穿得严严实实地踩出来 她一边拿干毛巾擦着头发 一边跟我聊着天 你们那话剧演出怎么回事 说好今天下午表演的 怎么就取消了 我背对着她 放下了杯子 说 场地的电路忽然检测出了问题 说是明天才能修好 不过听你这口气 好像还挺不乐意 我去给你接机呀 她走了过来 从我的身后抱住了我 她把下巴搁在我的肩膀上 口吻十分温柔地说 我这一走就半个月 我可想你了 但是我也知道 这次的演出是你盼了很久的 就是替你觉得惋惜而已 我的目光扫过一旁被我割下的水杯 脑海中闪过苏晴的脸 心里隔应得厉害 杨燕说她跟苏晴 只是在飞机上巧遇 那杯子上的口红印 怎么解释 我站起身 不着痕迹地推开了杨燕 我下意识地往杨燕身上 唯一没被遮挡住的脖子处看了过去 这一看 还真被我看出点东西来 我紧紧地盯着她脖子上的一处红痕 心头不由地颤了颤 我问她 你脖子上的红痕哪来的 她反应几块 立马伸手抓了几下笑道 好像是什么虫子咬的 还挺痒的 我的眼神一暗 心头沉了沉 我跟杨燕交往三年了 热恋期的时候 我们也曾给彼此的脖子 还有身体各处都种过草莓痕 虫子咬的 还是吻痕 我能分不清吗 我的心很乱 到底是要揭穿它 还是再等等 那晚我失眠了 杨燕却在我一旁呼呼大睡 她口口声声说出差半个月想我 但晚上她却规矩得很 完全没有碰我的心思 杨燕睡觉时 时常会说梦话 我扯了一下被子 把她的脸蒙得严严实实的 她睡得不舒服了 便一边把被子扯了下去 一边一语了一句 苏苏 苏苏别闹 我的神色骤然一僵 我不可思议地看着她 脑海中反复盘旋着一句话 她真的有别的女人了 苏苏是谁 是苏晴吗 可她不是应该叫她小晴 或者是晴晴更顺口吗 但不管这个女人是谁 杨燕背叛了我 已然是既定的事实 我的头皮阵阵发麻 我无力又惊慌失措地看着她 一股刺骨的良意 从我的心里生出 蔓延至四肢百骸 真的又冷又疼 我跟杨燕是在三年前的同学聚会上重逢的 虽然多年没有联系了 但是她一直都是我心里最初喜欢过的那个人 彼时她刚失恋 我也单身 一来二去的我们就在一起了 一谈就是三年 今年我俩经常被家里催婚 但是因为工作原因 我们暂时没有结婚的计划 或许是太信任她了 我根本就没有想过 杨燕竟然会背叛我 半夜 杨燕搁在床头柜上的手机亮了一下 我见她睡得沉 便鬼使神差地把她的手机拿了过来 杨燕的手机设立了密码 我输入了我的生日 结果却显示密码错误 我愣了一下 当初我们给手机设密码的时候 用的是彼此的生日 可是很显然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把手机密码改了 就在这时 又有一条微信发了来 我试着输入了杨燕的身份证后六位的数字 没想到密码真的解开了 我点开了她的微信 结果看见一个网名叫蜜桃味的女人 发了一张没有露脸 却很露骨的照片给她 那个女人不仅穿着性感 就是身材也十分火辣 第二条消息是她发来的一段文字 她说 我最近开始练瑜伽了 期待不久后能与你解锁各种新姿势 我拿着手机 手却在不停地颤抖 恶心 真的好恶心 杨燕出轨的对象是个大兄妹 但我今天在机场见到的苏晴 并没有那么性感火辣的身材 可杨燕水杯上的口红印 又怎么解释 如果口红沾得早 杨燕应该早就发现处理掉了 除非她在机场登机前用过水杯 所以匆忙间 也就没有发现杯子上的异常 或许一切都只是我的猜测 如果说之前 我没有确切的证据 指责杨燕背叛了我 但现在凭借蜜桃味发来的微信 也就实锤了 我和杨燕虽然一直因为工作原因 没有结婚 但是仔细回想起来 一开始我是愿意结的 是她苦口婆心地劝我 说我在话剧团的工作 正在上升期 如果早结婚生孩子 到时候我肯定得为了我们的家庭 做出牺牲 甚至退团都有可能 她还跟我说什么 只想跟我好好享受二人世界的生活 要是结婚了 以后就是两个家庭的事了 到时候就算我们不想早点要孩子 家里也会一直催我们的 我看着熟睡的杨燕 我曾经以为我是最了解她的人 可现在看着她的脸 我忽然觉得她很陌生 陌生地让我心痛 我感觉整个人感觉都快要透不过起来了 我们团的话剧演出总算在延迟了两天后结束了 台后 杨燕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 她抱着一束无比鲜艳的红玫瑰 笑着递给了我 一会儿你们团里有活动吗 我淡淡道 好像有个庆功宴 她问我 你能不能推了 她顿了顿 紧接着又解释道 我爸妈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刚刚约了你爸妈 然后又给我打电话 说咱们晚上一块吃个饭 我估计他们又想催我们结婚了 她一提起结婚 眼中便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抗拒的神色 以前我没注意看过 但现在我却看得一清二楚 我暗自冷笑 跟我结婚就让她这么为难吗 她又跟我说 你记住 一会儿吃饭的时候 我俩还跟以前一样 不管他们怎么轰炸 我们就一口咬死了不结婚 我微微点了点头 算是答应了她 可心里却只剩下一片死寂 我跟杨燕到达酒店包厢的时候 包厢里两家父母都来起了 不过杨燕家这边还多来了她大伯一家 而且这次他们家的女儿杨叔也说 一会儿要过来看我这个未来的嫂子 我跟杨燕交往三年 也见过杨叔几次 印象中她就是个甜美又可爱的小姑娘 杨燕一听到杨叔要来 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然后问大伯母说 她不是在海南上的大学呢吗 大伯母笑道 我们家这闺女 这几天天天给我打电话哭 说想我们了 这不是过两天冬至了吗 她就跟学校请了几天假回来了 大伯母一说 杨燕妈妈在一旁打趣道 你们家这姑娘 从小就粘人 我要是也有个这么个粘人的闺女 我做梦都要笑醒了呢 杨燕妈妈说完 忽然想起来什么 转头问杨燕说 你之前不是去海南出差了半个月吗 有没有去学校看看你妹妹 杨燕的脸上 闪过尴尬之色 她善善地笑了笑说 海南那么大 我出差是去工作的 而且跟我一块去的 还有好几个同事 我要是因为私事离开了 同事那可没法交代 大伯母在一旁笑道 没关系的 毕竟你工作那么忙 我们理解都理解的 正说着话时 杨叔推门进来了 她穿了一件粉色的羊绒大衣 戴着一副银丝矿的眼镜 一袭长长地头发 很利落地扎了个马尾 看起来学生气很浓 外面天气冷 她进来时 脸颊冻得红通通的 不过脸上却挂着笑 她礼貌地把包厢里的人都喊了个遍 声音又甜又美 等她喊到我跟杨燕时 她笑着走过来 一伸手便轻易地搭在了杨燕的肩膀上 笑着调侃道 哥 好久不见了 有没有想我呀 杨燕本来正喝着茶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手一划 茶杯便掉在了地上砸碎了 她喝茶喝腔道了 不停地咳嗽 眼睛里划过慌乱之色 杨叔见她这副样子 忍不住笑道 哥 你都这么大个人了 怎么还这么粗心大意呀 她说完 便又转头看向了我 见我另外一边还有个空位 她自来熟地往我旁边一坐 仰起唇角 甜甜地问 嫂子 我坐你旁边不介意吧 我摇了摇头 淡淡地笑了笑 你随便坐 和杨叔说话时 我的目光微微掠过了她的脸 片刻后 我暗地里自嘲地笑了笑 我真是疯了 杨叔跟杨燕可是堂兄妹 我这是见到个漂亮的姑娘 就开始瞎怀疑 包厢里开了空调 没一会儿便热得厉害 杨叔在我身旁 随手把大衣给脱了 我不经意间发现 她大衣底下里面的穿着 没想到她竟然穿了一件紧身的针织衫 重要的是 我也是第一次注意到 原来杨叔的身材这么好 察觉到我的目光 杨叔壮丝无意地坐直了身体 胸前微微抖动了几下 她冲着我甜甜地笑道 嫂子 我真羡慕你 我问 你羡慕我 她说 是啊 我哥人长得帅 工作能力又强 关键啊 你看她身材也棒 大伯母在一旁忍不住笑骂了一句 你这死丫头 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爸妈在一旁 笑着解围道 现在的小姑娘说话都这样 没事没事 我们都理解 我扭头看了一眼杨燕 杨燕的脸上挂着淡淡的笑 眼神里却透出了些许尴尬之色 我暗自冷笑 所以她就是仗着这些优点 才在外面找了别的女人吗 杨叔一副说错了话的模样 俏皮地吐了吐舌头 而后凑到了我耳边 小声跟我说起了悄悄话 她跟我说 嫂子 我以后找男朋友 也要找我哥这样的 你以后记得帮我把把关哦 你是最了解我哥的人了 所以我找男朋友的标准 你也最了解了 我笑着点了点头 但其实心里却有些发毛 我跟杨叔以前虽然见过面 但是基本上没怎么说过话 我俩的关系 远没有今天看起来这么熟 我总觉得杨叔像是带着什么目的似的 故意在跟我套近乎 聊了会儿家常后 杨燕妈妈看着我满脸笑容地问 舔飞呀 你跟我们家杨燕也谈了三年了吧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了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 杨燕连忙说道 妈 我跟飞飞不着急结婚 我俩工作都在上升期呢 结婚的事 我们商量好了 再缓缓 杨燕一说 我爸妈却不高兴了 我爸看着杨燕 神色有些严肃道 杨燕 不是叔叔想逼你跟我家闺女结婚 但是我们家闺女 也不能这么不明不白地 一直跟你在一块吧 我跟你阿姨可都是要脸的人 杨燕爸妈听到这话 各自一慌 急忙跟我爸妈解释 等他爸妈说完 杨燕也笑着解释说 叔叔阿姨 这也是飞飞的意思 我们不是不结婚 就是想缓一段时间再结而已 你们看我跟飞飞都在一起三年了 我怎么可能会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呢 我爸妈听闻 转头看向了我 我妈一脸愁容地看着我问 闺女啊 这真是你们俩商量好的呀 我转过头 神色淡漠地看了一眼杨燕 她满眼都是西纪的之色 就盼着我说是这个字呢 我又转头看了一眼杨燕爸妈 她爸妈也是一脸热切地看着我 不过他们是希望我能松口答应结婚 毕竟杨燕说得再多 他们也只以为是我私下里不想结婚 所以杨燕都把责任都揽在了她身上 所有人都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 但是也有可能所有人心里的期待都是不同的 我看着我妈 笑了笑说 其实我觉得结婚也挺好的 我刚说完 杨燕爸妈和我爸妈都各自松了口气 尤其是她爸妈 听到我松口答应结婚 笑得脸上都要开花了 杨燕在我一旁却彻底傻眼了 她一直在对我使眼色 我却故作视而不见 杨燕爸妈和我爸妈正在商定 我跟杨燕的结婚流程 杨燕靠在我的耳边 神色不悦地小声问道 我们不是说好了 暂时不结婚的吗 我故作没听见 笑看着她说 我忽然改变了注意 你会不会怪我呀 杨燕的神色一正 不解地看着我 但有长辈看着 她的脸上很快便堆满了温柔的笑意 她抬起手 温柔地将我的手紧握在了她手中 然后一副情深似海的模样看着我说 当然怪你了 怪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你想结婚啊 她生气了 愤怒了 可是在长辈面前 她还得维持好她那副体贴 专情的形象 杨燕的手劲很大 我的手在她的掌心间被握得很疼 可她不会知道 我的心更疼 我身边的杨叔 原本一张百里透红的脸 忽然也不知怎么地 一片煞白 她站起身 惊慌失措道 我有事出去一下 她说完 院队的目光略过杨燕 也不管包厢里这么多长辈在 匆匆忙忙地便跑了出去 忽然杨燕发现 杨叔把大衣落下了 她急忙起身 拿起杨叔的大衣说 这丫头冒冒失失地 把大衣都给落下了 外面这么冷 我赶紧给她送去 杨燕说完 拿着大衣就追了出去 杨叔妈妈还笑着调侃了一句 我们都还没注意到呢 她倒先发现了 我们这父母当得还没她这个哥哥称职 他们你一句我一句 其乐融融地聊天 可我却忽然觉得头皮发麻 心里慌乱得很 我总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 杨燕和杨叔两个人的反应 给我的感觉太奇怪了 虽说是堂兄妹 可他们的关系 看起来比人家亲兄妹还要亲不少 为了一探究竟 我故意将酒撒在了衣服上 而后一脸歉意地站起身说 我衣服弄脏了 我去洗手间清理一下 从包厢里出来 我刚好看见杨燕的背影 在左边拐角处消失 我急忙快步追了过去 尽管我觉得堂哥跟堂妹之间 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发生的 应该是我自己想多了 可是我越追心却越慌 等我追到洗手间附近的时候 我发现杨燕直接拿着大衣 静止走进了女洗手间内 洗手间的门锁坏了 门正虚掩着 我站在洗手间的门口 透过虚掩着的门缝 清楚地看见了里面发生的一切 我不由地瞪大了双眼 不可思议地看着那一幕幕 我的身体一晃 整个人都站不稳了 我扶着一旁的墙壁 心里又惊又痛 泪如雨下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呢 那两人还真是 旁若无人地抱在一起 稳得缠绵翡策 难舍难分 而后杨叔一边哭 一边推嗓着杨燕 杨叔说 我们又没有血缘关系 为什么你能跟他结婚 就不能跟我结婚 杨燕心疼道 我只是没想好 怎么跟大伯父大伯母说 田妃那边 我也不知道 她怎么忽然就改口了 我真不是故意惹你伤心的 杨叔哭着哭着 就又被杨燕拉进了怀里 她温柔地抚摸着她的脸 一脸心疼地说 叔叔 别哭了 你一哭 我的心都快碎了 她说完后 又一把扣住了她的后脑勺 狠狠地封住了她的嘴唇 两个人还真是 一点都不知道羞耻 我拿出手机 偷偷地录起了视频 我总觉得 杨燕跟杨叔这个样子 并不是一天两天了 果然没多久 我听到了一连串的 劲爆消息 我又听见杨燕安慰杨叔说 叔叔 你在忍忍 田飞既然要结婚 那肯定就得买婚房 她爸妈那还是有点钱的 到时候 肯定乐意出钱帮我们买房 你等我把钱弄到手了 我就把它给一脚踢开 到时候 咱俩再跟家里人解释清楚了 我们就结婚 我不可思议地看着他们 我完全没有料到 杨燕不仅欺骗了我的感情 竟然还想骗我爸妈的钱 如果说 先前我还因为她劈腿 而伤心难过 那么现在 我对她 简直是恨得咬牙切齿 杨叔听完她说的话后 破涕微笑 她依偎在杨燕的怀里 然后捉住了她的手 放在了自己的肚子上 哥 有件事我刚发现 杨叔的脸红的 根枝熟透的红苹果似的 娇艳诱人 杨燕不解地看着她 却见她忽然点起脚 狠狠地在杨燕的嘴唇上 咬了一口 直接把她的嘴唇咬破皮了 杨燕吃痛地问 你干嘛咬我呀 杨叔可怜兮兮地 别了别嘴巴 而后又将脸 靠在了杨燕的怀里说 我可能得申请休学了 都怪你 杨燕微微皱起了眉头 好好的干嘛休学呀 杨叔红着脸 在她的怀中娇称了一句 因为人家怀了你的宝宝了吗 我几乎都忘了 我是怎么离开的 只记得那一瞬间 我的世界完完全全地崩塌了 亏得我是个话剧演员 结果遇到这样的事实 我却没办法继续演下去了 我发了个微信给我妈 说我身体有些不舒服 先回去了 之后我便再也没有 回到那个包厢里 也就不用再跟任何人继续演戏周旋了 那天我回去后 一遍一遍地看我拍下来的那段视频 看着看着我就哭了 哭着哭着却又笑了 整个人都陷入了崩溃的边缘 而那天晚上 杨燕并没有回来 她给我发了微信 说公司临时有事 她得回去加个通宵的班 是加班 还是要去跟她的堂妹杨叔 苟且个通宵 我是真的一点都不想知道了 杨燕是在第二天晚上回来的 而我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 终于把所有的真相给捋清楚了 也消化好了 杨燕回来的时候 我刚好洗完澡出来 坐在沙发上吹着头发 杨燕立马走过来 接过我手里的吹风机 一脸温柔地说 我帮你吹吧 吹完头发后 我一如往常那样 看起了电视 杨燕坐在我身边 一把将我揽在了怀里 笑着说 老婆你好香啊 自从知道了真相后 但凡杨燕碰我 我都觉得无比的恶心 我不着痕迹地骂了她一句 我刚洗完澡 热死了 你别抱着我 不然一会儿又要出汗了 我正脱开后 往旁边挪了挪 她也没在意 傻呵呵地笑了几声 没一会儿 我就故意跟她落起了家常 我说 你堂妹杨叔长得真漂亮 不过我看她长得 跟她爸妈 好像都不像嘛 杨燕笑道 是不像 不过你还别说 她还真是我大伯父 和大伯母亲生的 我心下一致 可明明昨天 我听到杨叔亲口说 她和杨燕并没有血缘关系 难道杨燕不是她爸妈亲生的 不过我立马打消了我的想法 不可能的 我跟杨燕在一起三年 去她爸妈家的时候 我看过不少她小时候的照片 而且她要不是她爸妈亲生的 我应该早就知道了 可既然她和杨叔 没有血缘关系的话 那问题是不是出在上一辈 我又故作寻常说道 还有啊 我怎么觉得 你大伯跟你爸 也一点都不像 难不成他们 一个像你奶奶 一个像你爷爷 杨燕一听 立马又笑了 你这眼睛可真尖啊 其实我爸跟我大伯 真不是亲兄弟 我大伯是我爷爷一个战友的遗孤 刚好我爷爷那个战友也姓杨 我大伯来我家的时候 都十几岁了 这件事我们家都知道的 我这下全明白了 怪不得杨燕敢跟杨叔两个 这么明目张胆了 他们名义上是堂兄妹关系 但实际上 他们还真是一丁点的血缘关系都没有 晚上睡觉时 杨燕果然憋不住了 他说 其实之前我不想结婚 还有一个原因是 我们家没那么多钱 给我们买婚房 现在我爸妈和你爸妈 都把咱俩的婚事提上日程了 可咱们的婚房还没着落呢 我顺着他的话 跟着叹了口气 我本来也想找我爸妈借点钱 然后咱们凑凑把婚房买了 我一提起这事 杨燕的眼神立马亮了 可紧接着我话锋一转说 可是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 我爸妈说 我们可以暂时不买婚房 我还没来得及说完 杨燕就急了 不买婚房怎么行 他一时没收住 语气十分尖锐 不过很快他又反应了过来 急忙解释道 咱们也不能一直住在出租房里吧 我也不想婚后带你去我爸妈那住 他们那太小了 我就是不想委屈你了 我暗自冷笑 面上却一副理解他的模样笑道 哎呀你听我说完吗 我爸妈三个月前给我亲戚家的公司投了一百万 再过几天 他们就能拿到收益了 你知道有多少钱吗 听到钱 杨燕的眼神立马就亮了 多少 我冲着他比了个二 其实是在内涵他杀笔 结果他一脸期待地问 二十万 我摇了摇头笑道 两百万 而且不算我爸妈的本金一百万 他们足足赚了两百万 杨燕顿时就眼红了 你爸妈竟然挣了这么多钱 我点了点头 而且我爸妈打算等两百万到账后 他们再继续追加投资呢 就担心我家那个亲戚不带我爸妈挣钱了 杨燕听闻 立马说道 那不行 他们不能自己挣了钱 就把小股东给踢了吧 不过他们的公司要是真那么挣钱 我倒也想投点进去呢 我立马问 可你们家不是没多少钱吗 他立马笑道 再没钱 一百万我们家找亲戚凑凑 我估计也能拿得出来 我说 那我们再等几天看看 只要我爸妈的钱真到账了 我们也想办法投点进去 杨燕一听 脸上立马笑开了花 那这事儿就拜托我的老婆大人了 等咱们也挣大钱了 咱们就去买一套大房子结婚 我可不能让我老婆受委屈了 我心下冷笑 杨叔连他的孩子都怀了 他还有脸在我面前说这样的话呢 想想 我这么多年的时光 真是全都喂了狗了 也不是 他这种人 根本连狗都不如 三天后 我告诉杨燕 我爸妈的两百万到账了 并且亲戚打算扩大经营范围 所以需要继续吸纳投资 每次我跟杨燕说的时候 都刻意当面跟他聊 事后查他的手机 以防他怀疑我 偷偷录下证据 但是很显然 他半点都没有怀疑过我 果然没几天后 杨燕就把一百万凑到了 我有次偷看到杨燕和杨叔的聊天记录 杨叔说 哥 我可说服我爸妈 把我们家所有的存款都给你了 我对你好吧 杨燕回复他说 叔叔真是哥哥最亲爱的小宝贝 杨叔然后发了一段语音娇笑道 真正的小宝贝在我肚子里揣着呢 他们俩还真是够甜蜜的 我把杨燕欺瞒我的事 一早就跟我爸妈说了 他们简直比我还要生气 幸好我们家真有亲戚开公司 不过那家亲戚的公司 已经半死不活 接近倒闭了 杨燕签投资合同的时候 目光停留在合同上的一条风险条款 迟迟不肯动笔 我在一旁煽风点火 笑着劝他说 签合同就是做做样子 风险肯定是有的 但是他们家公司是真的太赚了 你想想我爸妈那两百万赚得多轻松 杨燕眼一红 牙一咬 当即就把合同给签了 亲戚家的公司 因为有杨燕注入的一百万资金 本来都要倒闭了 结果愣是苟延残喘了三个月 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里 我一直在给杨燕编织美梦 第一个月的时候 我口头告诉他 他投的一百万 已经挣了一百多万的利润了 他不宜有它 转头又跟杨叔一块做起了美梦 第二个月的时候 我跟他夸下了海口 说利润已经翻到三百万了 利润会在一个季度后结算 还有一个月 说不定利润能翻到五百万 那段时间 杨燕明显地飘了 他甚至越来越大胆 有时候 趁着我不在家的时候 把杨叔带回家里来过夜 可是他并不知道 我早就在家里安装了隐形摄像头 他和杨叔的那些苟且 全都被我看在了眼里 一个季度快到的时候 亲戚家的公司 忽然就宣布破产了 杨燕心心念念的五百万利润 瞬间就打了水漂 不仅仅是五百万没了 就连他一百万的本金也都没了 他怒气冲冲地找到我 问我是不是骗了他的时候 我很镇定地看着他 我说本来合同上也写了投资的风险 现在公司都破产了 谁也没办法 杨燕再也忍不住了 他破口大骂道 什么叫没办法 是你说能挣钱的 是你让我去投资的 我故作诧异地看着他 我什么时候说过那样的话的 杨燕 你想钱想疯了吧 明明是你想挣钱 才把钱投去我亲戚家公司的 我全程可什么都没对你做过 几乎在那一瞬间 杨燕全都明白了过来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你骗我 我笑着耸了耸肩 眼神极其轻蔑 且厌恶地看着他 但口中却说道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你有证据吗 他愣愣地看着我 那一刻 简直就是 醍醐灌顶的清醒 他既然想骗我爸妈的钱 那好啊 就别怪我反骗他了 反正投资的合同 是他亲手签的字 关我什么事 为了防止他透露证据 我当然什么都不会承认了 他过了好半晌 终于反应过来后 忽然狠狠地 删了自己一巴掌 他扑通一下跪在了我面前 抱着我的腿 一边哭一边说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你是不是在报复我 飞飞 不管你信不信 我自始至终爱的人只有你 所以就算你真的在报复我 我也认了 我低下头 看着狼狈地 如同一条丧家之犬的他 一百万爱 他可是拿出了他们家和杨书家所有的存款了 为了从我嘴里套出话来 他这能屈能身在姿态 还真是摆得足足的 我故意摆出一副无辜的表情说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呀 他流着眼泪 原本后悔莫及的表情 刹那间变得扭曲又疯狂 他把我按在地板上 手指狠狠地掐住了我的脖子 他红着眼 眼神凌厉阴逸地骂道 贱人 你把五百万还我 还给我 直到现在 他还心心念念着 那五百万的春秋大梦呢 我被他掐得快要喘不过起来了 可是我的眼睛里 却始终装满了笑意 只是笑着笑着 眼泪却也跟着往下掉 杨燕啊 这个贯穿了我整个青春的人 他是我最初喜欢的人 也是我多年后寻寻觅觅 被我视为真爱的男人 可这个人 现在却只想杀了我 窒息的感觉越来越浓烈时 我伸手往天花板的方向指了指 他顺着我指着的方向 看向了天花板 终于啊 还是被他发现 我安装在客厅里的隐形摄像头了 他惊慌失措地松开了我 我不断地咳嗽 大口大口地喘气 我笑看着他 断断续续地说 你放心 杀了我 你肯定跑不掉的 杨燕一脸失魂落魄地看着我 不可思议地说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可怕 我笑了笑 是吗 那还有更可怕的哦 我还约了你爸妈 还有你大伯父大伯母一家 来咱们家玩哦 你乖乖的 我就不把你投资失败的事情告诉他们 怎么样 杨燕冷笑了声 你又想耍什么花招 我说 等他们一会儿来了 你不就知道了 就在这时 门铃响了 我笑道 你去开门吧 杨燕走到门口 门一打开 杨叔忽然扑了上去 抱住了他 而他却是一脸错愕的表情 我冷眼站在一旁 看着他们 唇角边勾起了一抹冷笑 杨燕一把推开了杨叔 惊慌失措道 你怎么来了 杨叔不解地看着他 不是你发短信说 那个贱人今晚不回来 让我过来陪你的吗 杨燕急了 我没给你发短信 当然不是杨燕发的短信 而是我偷拿杨燕的手机 给杨叔发的 我笑着走了过去 杨叔一看到我 整个人都傻了 我低下头 扫过他微微隆起的肚子 嘲讽地笑了声 现在的某些女大学生 可真够开放的 这学上着上着 还能把肚子给上大了 我也是活久见了 杨燕一把将杨叔拉到了身后 目光阴沉沉地看着我 你有什么花招冲着我来 别伤害叔叔 我不由地挑了挑眉 堂哥跟堂妹是真爱 你俩确定不是在逗我玩呢 杨叔惊慌失措地 躲在杨燕的身后 杨燕则死死地盯着我 我知道 这一刻他恨透了我 可就在这时 一群人浩浩荡荡地 来到了家门口 杨叔妈妈一声尖叫 闺女 你怎么在这 你不是应该早就回海南上学去了吗 杨叔一转身 那隆起的肚子 也都落在了众人的眼里 还真是惊呆了所有人呀 我笑看着他们说 你们肯定很好奇 杨叔怎么会在我家 而且肚子也大了吧 杨叔惊恐地看着杨燕 哥 杨燕一把拉住他的手 看着我极为难堪地说 算我求你 不要说 我却毫不在意地耸了耸肩 而后看着他们身后杨叔的爸妈笑道 杨叔爸妈 我真的挺佩服你们的家教的 我这里有不少小视频 一会儿我发群礼 给你们乐呵乐呵 我拿出了手机 刚准备发送视频 杨燕却要上来夺我的手机 可是我的动作更快 杨燕非但没把我的手机抢走 我侧过身 顺利地把视频发进他们家的家人群了 这一刻我还真是无比庆幸 幸好去年的时候 我有幸被杨燕拉进了他们家的家人群里 现在想想 他这么做 是不是作茧自负了 我笑看着他 你这是在做垂死挣扎吗 可是你挣扎得真的太迟了 杨燕爸妈和杨叔爸妈几乎都拿出了手机 点开了视频 没一会儿 两家人的脸都绿了 看到这情形 我可算是满意了一些 挺好的 光我一个人看他们俩丑恶的嘴脸 有什么用 要看 就大家一起看吧 杨叔爸妈就冲上来 对杨燕就是一顿毒打 畜生啊 你这畜生 我想 是啊 真是个畜生 好像也不对 说他是畜生 还有些抬举他了呢 不过没办法 谁叫他们是一家人呢 等杨叔爸妈发泄够了 杨燕爸妈 也上来护着他们的儿子了 至于杨叔 一直在一旁哭哭啼啼地说 他从小就喜欢杨燕 他心甘情愿跟他在一起 要给他生孩子 说到底 我才是真正的局外人 他们很快商量好了对策 反正杨叔和杨燕没有血缘关系 杨叔又怀孕了 他们在震惊 最终还是商量了让他们两个结婚 至于我 杨燕爸妈一脸歉意 田飞啊 这次真的是我们家对不住你了 可是你看叔叔都怀孕了 你跟我们家杨燕啊 也是有缘无分啊 杨叔爸妈在一旁默不作声 但他们也是同意了杨叔与杨燕的婚事 所以最终该被牺牲的人 终究还是我 我笑看了一眼杨叔爸妈 果然这就是他们家的家教 至于杨燕爸妈 我看着他们笑道 没关系 反正这次喊你们来 我就是为了跟杨燕做个了断的 他们所有人都错愕不解地看着我 见我不卑不喜 甚至还满脸的嘲讽之色 他们全都皱起了眉头 杨燕妈妈有些愤愤不平地说 再怎么说 事情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你也有责任 要是你早点同意跟我们家杨燕结婚 不就没这么多事了 我笑道 是啊 结婚后 杨燕在跟杨叔苟且 我就得帮着他们瞒着 把他们的烂事吞在肚子里 当个哑巴 杨叔爸妈一听 顿时冲着我破口大骂 你这姑娘 嘴巴怎么能这么恶毒 我却无所谓地笑了笑 我在恶毒 也没他们两个恶毒吧 说完 我转头看向了杨燕 他也在看我 满眼的憎恨与厌恶 可我已经不在意了呀 我笑着说 要不然那一百万就当作咱俩的分手费了 我一说 杨叔警觉地问道 什么一百万 我只看着杨燕笑道 哦 对了 风口费也行的吗 杨燕的脸色 简直比吃了食 还要难看 那天我离开后 故意没把门带上 我远远地听见杨叔 撒泼打滚的质问杨燕 那一百万到底怎么回事 你给我说清楚了 杨燕崩溃了 还能是什么一百万 就是之前我们两家凑了去投资的那一百万 现在没了 全都没了 没一会儿 屋子里又传来各种难听的打骂声 真是鸡飞又狗跳的悲惨人生啊 我听着听着就笑了